支撐我身體的這個東西只有一個恨意 恨 我要讓你們這些瞧不起我的人 知道 當初他眼睛瞎了 我要你們這些狗嘴知道 所以等我 等我 等我一步一步往下展 等我讓你們沒工作沒飯吃等我 等我 我就是憑著恨意 來拚 我用我的生命來拚我的事業 我不信做不好 你幹嘛啦 沒東西吃了 等一下再給你吃好不好 等一下再給你吃 我們等一下吃飯了 不要一直吃檳榔 我剛才咬一顆給你 你不要再吃了 我再咬一顆給你 我受不了 不好意思我咬一顆檳榔給你狗狗 我 我幫你把那個絲弄掉 我幫你怎麼吃 好可以吃了 好 去 好 阿他就在那裡爐了 你沒給他 你幹什麼沒給他走 你吃得開心的你 沒給他吃就沒給他走啊 沒給他吃 他就在那裡爐 我怎麼會說呢 那明天我要跟中立館簽約 預計明年8月至9月份的時候 看能不能做預售 沒有辦法開幕 預售要做三個月 可能明年 最快的讓各位參觀到我中立的方式 在明年的7月到8月 但是這中間有非常多的影片會露出 那目前為止 中立館 我本來規劃的很誇張 但是結果它裡面有法定停車位 公共空間 它的評數又限縮了 那現在我們測試完之後 我們看過圖面 預計啦 中立館的規模 可能跟林口館一樣大 它本來是坪數多 林口館200坪 但是因為我們把教室加大了50坪 150坪的空間 它有一個停車 什麼卸貨區 不可以放任何記載 反正就是那個地方都不能動它就對了 所以它的大小 它的大小就是跟林口館一模一樣 1600坪左右上下可以用 我一樣以林口館這邊的規模 館長搬去中立 只為你的健身房 不要為了我 為了你自己 所以我現在來跟大家講 但是大家替我的擔心 我感同身受 館長你會不會被怎樣 我們合約都叫律師尼的 每一條每一條寫得非常清楚 它沒有辦法出什麼怪招 那明天順利 我是希望順利 我就簽約 簽約完了之後 我晚上要開直播 我會拿著簽約的東西 銀印本 我給大家證明我已經簽好約了 也 我可以收一口氣了 我當年 兩年前 答應桃園人 中立人的事情 我陳知翰 我做到了 我辛辛苦苦 在中立 在桃園這樣子 兩年 我開林口館的時候 我就是要開中立館 那時候中立館 林口館還沒開 本來要開桃園館 也被屋主 那邊的屋主玩了 後來我去這個中立 也是被他玩了 一直到今年 我又進去 我只跟大家講 我只跟大家講 這一次 這一次中立館 這次中立館 順利簽約完之後 他不會亞於 我任何一間館 但是我可以保證的一點 恭喜中立人幸福啊 我可以保證的一點 我可以保證的一點 不要說中立 不要說中立 我這邊比較臭屁一點 往上 桃園南侃 往下 中立內立新竹 甚至台中 甚至全台灣 沒有任何一家健身房 的常規 機械 比中立館還要強 我在這邊 跟大家承諾這個諾言 那如果單單以中立來說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這個人講話比較囂張 對我就是囂張 拜託拜託館長來台中 拜託拜託拜託 當初我剛出來的時候 我只有一間蘆洲店的時候 阿館桃園有要開嗎 當初我只有一間蘆洲館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極限的蘆洲館也開了 我們的客人去極限參觀 好多客人喔 結果後來還是來我們蘆洲館簽約 跟我們講什麼 極限的業務都說 極限的教練都說 陳迪斯安那麼小 什麼爛店 很好 你講得很好 我記得聽到那句話的時候 是2014年的3月份 君子報酬 幾年不晚 中立店是極限 生意最好的一家店 你等我去 你們只剩8個月 如果明天簽約的話 你們今天晚上可以做法 希望我簽不待 但是一旦簽約了之後 一旦簽約了之後 台中人刷起來 我會讓你做力男男 真的會讓你做力男 也歡迎中立極限的朋友們 館長開館一定要來看看 深蹲架20台起跳 全部的槓子 一根都是47,000起跳的槓子 ERICO的槓片 ROCK的鐵槓片 各式各樣的槓片 我都會進 彩色槓片 舉重槓片 健身槓片 反正我林口什麼東西 你們就看什麼東西 24小時營業 格鬥教室免費 懸吊課程免費 來來PK 健身工廠也是一樣 當初也是說 聽說建工的生意也很好 建工的老闆當初說 陳吉思安的執行長 館長不用偷偷摸摸摸 看我們沒有啦 看我們陳吉思安沒有啦 然後他們的業務去介紹 三重店的時候 開三重店的時候 他們健身工廠的業務教練都說 我們上市櫃公司陳吉思安那個都流氓去的啦 很好 流氓現在要來總理 一樣 我開健身房原則很簡單 就是他媽的賽報 你問我怎麼那麼多器材 我他媽怎麼會知道 一樣 台中健身房等館長來調教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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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跟你一句 一個帳一個帳算 我現在要去中立了啦 我開始慢慢的開啦 我雖然展店速度很慢 但是 館長做事 很穩定 我這兩個月還要幫 蘆洲館 新中館換器材 我的場館是不斷在更新器材 當初講什麼 我是流氓開的店啦 等於是上市櫃公司 上市櫃公司很屌嗎 人家要叫我上市櫃 我不要而已啦 人家要錢傳好 要炒股票 我不要而已啦 很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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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屌跟我一樣開24小時啊 跟我一樣的收費啊 教練不要一對多嘛 我不懂建功 你們上私教課 建功一對多 到底在上什麼 上團康課喔 好不好 一個對四個 也收那麼貴 我不知道你們去建功 買那個一對多教練課 到底是頭撞到的 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叫一對多教練課 團康課 你們也是一個小時也是15001600這樣子搞得很爽 我也不知道 沒有關係 當年的我很小 現在我有點大啦 但是也不會很小 但是網路聲量喔 全台灣人喔 都知道 館長是開健身房的 館長健身房超屌 喔 阿窩俊就不用講了 窩俊就不用講了 這次也不用做澳伯 我 我做林口店的時候 把我的DM拿去放在他們有氧教室拍照喔 法院判決了 有上新聞 那時候說 陳迪斯堂有多卑鄙啊 把他傳單 偷偷潛入我們林口窩俊 然後放傳單放在有氧教室的課表上 塞我陳迪斯堂傳 事實上是他自己員工自己塞 然後自己造謠 結果被我告 現在這個人還躲著 法官判沒有很多啦 賠一萬塊啦 喔 這個事情如果是老粉大家都知道 那當年我也很生氣 林口去年的事情 反正 每年喔 反正喔 每一年 我要開店的時候 一定會發生很多奇奇怪怪的抹黑 喔 我們的律師也全程會盯著看 喔 全程盯著看 喔 好玩的就是 他還 他還敢在靠北教練 有一個靠北教練嘛 下面留言 留言我就可以告了 你知道嗎 還有一對情侶 郭俊的客服 也被我告 也被我告 一個還跑了 現在判兩萬塊 現在躲起來 不賠給我們 錢 我們要強制吸引他 郭俊啦 建公啦 還有極限 全徵我就不管他 全徵那不是咖 那個是騙媽媽的 瑜伽 樂瑜伽課的 聽說全徵一堂私教課兩三千塊 幹死人喔 然後兩年的會費八九萬 那個是腦袋有洞喔 就是你們很有錢的人去 盤子啦 盤子啦 盤子去的 整理事實在兩年兩萬八千五 他全徵兩年要八萬塊 然後我跟各位講 然後我跟各位講 到時候 我現在在這邊挑明的講 我明年進去開店的時候 一定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發生 網路上啦 我怎麼樣啊 我們怎麼樣啊 好我現在就這樣講 你們講過什麼話 流氓開了店嘛 對不對 那邊是練那個的 我們這邊練那個練那個 你們買不起器材就講 欸 啊我的常規喔 不好意思啦 我在這邊講 你們 我每次開店都會有很多人來看 啊如果中立喔 到林口不會很遠啦 我這邊建立中立的人喔 可以先來林口做考察 對 你看看我林口用了什麼東西 擺了多少器材 到時候中立就是擺了多少器材 再回家看看你們的東西 喔 你們心自問 這一帳會不會贏 我就這樣就好了 喔 我林口店現在開著 喔 啊 中立到林口很快嘛 40分鐘 車快一關一點 半個小時就到了 喔 你可以進來參觀 我們的人又要接待你 讓你看看什麼叫做真正的業務 而不是你們那種業務 死纏爛打的 喔 讓你們看看什麼叫真正的業務 什麼叫我們公司的sense 順便進來看一下我們家的教練 什麼叫做教練 不是出一張嘴的 好不好 我眼睛看過去 整個中立啊 你們有的館長也有 館長有的你們 或許沒有 我明天 我 我 我 一腳把你們踏平 君子報仇四年不晚 當年怎麼虧我的 當年怎麼罵我的 當年還有你們教練整個群組怎麼念我的 恩怨情仇啊 我當初出來的時候 這些健身房怎麼說我的 各個他媽的勒 各個他媽的 各個他媽的 那麼小 啊 恰一恰 全身 做老闆 什麼都不行 啊 他那個他媽練 練 亂練 現在勒 亂練 亂教 現在勒 他們都是體勢能教練 永遠都在那邊 蓋你 你還膝蓋不超過腳尖 笑死人了 笑死人了 考一個他媽ACE很了不起喔 ACE的東西我們通通都有啦 啊ACE的東西都偏醫療的嘛 我們來尬 這個東西我們都有 不然 不然問一下嘛 你們教練淘汰率多少 我們50個只選6至8個 啊你們淘汰率多少 我就講到這裡就好了 我就講到這裡就好了 你可以試試看 我會不會去把你撵 等到我約簽下去我就把你撵 那綜合店呢 我在這邊跟大家報告綜合店 我今天去看的場地非常的棒 只有一個缺點 請中立人一定要提亮館長 中立第一個場地不好找 這個場地我也不確定能住的到 他們的大老闆 跟我們這邊的商店的有熟 一樣是 是中永和在地掛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老闆 我們都有認識 非常在地在地耕耘很久了 在中和的 那 今天去我們聊 原來這個這個這個房子是這個老闆的 我們都是同一掛人 我們大家都必須認識 我們就好談了 那目前這個場地有建工跟沃郡的進去談 不好意思喔 我在這邊先跟各位講 他們要租我決定讓他們租 我不會跟他們做價格上的競爭 他們願意租繼續開 在那個路 我先跟他講 在連城路 幾號 連城路的89巷巷子裡面 因為他正面是一間銀行 銀行打死不願意開口給我們 我們只能從巷子進出 所以各位 我在這邊跟大家抱歉的一點就是 如果中和店我有開 門面真的很不漂亮 在巷子裡面 而且中和大家都知道 那邊在坐路 摩托車汽車都不好停 但是我覺得大家可以 去解決 因為中和本來就是 停車本來就是 就是不好停 本來就是不好停 那 我沒有辦法 我還是開 他的高度比三重電還要高 他的高度很高 大家看我那個照片是這樣 但是他上面青鋼架我們是全拆的 我們是頂到天花板 他天花板很高 你看那個那麼矮是因為他有訂青鋼架 事實上 今天 那今天我只是跟各位講 如果我今天住在那個場地的話 你們一定會抱怨 這個門面怎麼那麼 怎麼在巷子裡面 沒有辦法 因為他出入口就是在巷子裡面 但是他的下面 他的整個下面的設計 我可以設計的很棒 因為他下面的 下面的這個 整個場地滿大的 那我覺得說 我會把裡面的設備用得非常好 裡面的裝潢用得非常好 但是門面 那請大家原諒 門面是社區的 我沒有辦法去改變 如果我有租到的話 如果我有租到的話 但是我相信一定會引起中和人所有的騷動 為什麼 因為中和人 永和人 土城人 樹林人 都可以到我們那邊去運動 重點我們24小時的 我不信 我不信24小時這個東西大家不會喜歡 因為中和永和的夜生活也蠻多的 包含有這個你們有夜市嗎 館長請問新店開館機會大嗎 新店還在溝通當中 那 如果是中和有開店的話 可能又會更久 因為我明年做完中立 我會先跟中和簽約 然後我明年做完中立 我馬上就開中和店 但是我會依照天氣 譬如說 10月11月 那可能就是要跨過去 然後到2020年的4月份春天我再來做預送 因為我們要有階段性的 我不喜歡 我做生意我不喜歡同步開店 我不喜歡同步開店 我不喜歡同步開店 所以說 跟大家講 中和真的很難找場地 完全沒有辦法找 我可以跟大家講 中和非常非常 中和板橋塗層 永和 真的沒有場地可以找 真的沒有可以找 很難 OK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昨天到現在還沒有什麼睡覺 我昨天到現在睡 兩個小時不到 剛剛在椅子上 下午去看店回來躺了一下 也躺得不好也沒有什麼睡 所以我是長得越來越老 越來越醜 痘痘一直生 而且下巴最近 壓力太大 下巴這邊痘痘一直跑出來 一直痘痘 館長請問台南順圍是多少台南人刷起來 我回家的時候小孩吵 然後出門一大堆事情 然後 有時候在公司忙到三星半夜 然後又要管理這麼多東西 所以你相信館長 我之前講的話 我一點都不快樂 我是痛苦 能支撐我身體的這個東西 只有一個恨意 恨 我要讓你們這些瞧不起我的人 知道 你當初他眼睛瞎了 我要你們這些狗嘴知道 所以等我 等我 等我一步一步往下載 等我 讓你們沒工作 沒飯吃 等我 等我 我就是憑著恨意 來拚 我用我的生命 來拚我的事業 我不信做不好 那些垃圾話 現在猶言在耳 當初我出來看健身房 你們這些連鎖店看不起我 這些垃圾 等我 等我 中立見 等我到 大家晚安 我